因为我的车是全市市区 是不允许上那个检测台的 只能在平路上开的 在直接一个刹车 那么他们就把我当成 这普通的前置两驱车 就放在那个试验平台上面 有前轮转动 后轮不动 那么直接把我的全市市区 这个变速箱全部给弹坏了 车子给他之前 有没有告诉他 这个是市区的车 这个没有告诉他 因为一般我到其他检测站 前两年到其他检测站 都不用说这种 我要特别注意 一般人家都知道的 鸡先生这辆斯巴鲁XV越野车 是2012年6月花22万多买的 去年11月22号 他把车送到宁波镇海 机动车辆检测有限公司做年检 鸡先生说 那天在服务大厅办完手续 就把车交给工作人员 检测了大概两个小时 对方把车交还给了他 等他开出大门 车子就动不了了 仪表盘上亮起了好几个故障灯 他们就说那个放出来的机油 里面都是铁血 很严重 这个油基本上是报废的 而且里面可以判断 可以想象 里面变速箱里面 此人已经打到什么程度了 检测公司后来报了保险 保险公司不同意更换变速箱 最终给车子做了维修 一共花了三万六千块 CX店说你那个壳还在 其他的机房杀都坏了 他们损失已经是赔我了 但是间接损失是这一部分比较大 而且这个因为二手车评估的话 这个费用差了有七八千块钱 鸡先生表示 车子一共修了将近两个月 自己出行很不方便 加上维修变速箱产生的折损费用 他希望车检公司 另外赔偿他一万块钱 之前跟对方协商过 没有达成一致 一般来讲 我跟他们发生关系 应该是我发票给他们 那么车检所应该把钱打给我 而不是车检所的保险公司来联系我 而把钱打给我个人 我认为他们在规避一些 比如说上级单位 其他公司的考核或者处罚 或者这一类的问题来调查他们 所以账不会从他们的账户上面走 不留下痕迹 等于说没有痕迹 那这样一来的话 您所要求的赔偿 他们更加走不出来 更加走不出来 采访当天是周末 检测公司没人上班 鸡先生电话联系上了一位负责人 这个是你休息的时候 我不说了 这位负责人表示正在休息 没说几句就挂断了电话 记者联系上了这家公司的上级单位 宁波镇海公交运输公司 咱们的工作人员把车交给这个车主之前 没有发现这个车子有什么异样吗 没有 高福书记表示 检测公司的工作人员都通过了相关专业考试 具备从业资格 但现在车辆品牌很多 工作人员要掌握所有车辆的动力性能也有些难度 至于鸡先生所说的理赔流程问题 高福书记表示 是鸡先生误会了 他这个误会可能是由于他对这个保险的 目前这个手续解惑 可能不是很了解 所以发得了 根据我相信法律官的意见 就是目前来说 根据我在目前的法律上来看 就是说对于这种 由于过失所导致这个车辆的误使 说必须要承担的赔偿责任里面 是不包含车主体的质量败 所以我个人来讲的话 其实我能够理解他提出这个要求的一些想法 但是从我们企业来说 我们的所有的赔付 前提一定要符合法律规定的 鸡先生打算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